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关注一下 昨天工信部对外宣布将于近期发放5G商用牌照 中国将会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当前全球的5G正在进入商用部署的关键期 而中国的5G产业已经建立了竞争优势 并且已经具备了商用的基础 5G标准是全球产业界共同参与制定的统一国际标准 截至2019年5月 在全球20多家企业的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中 我国企业占比超过30% 位居首位 在产业发展方面 我国率先启动5G技术研发试验 加快了5G设备研发和产业化进程 目前我国5G中频段系统设备 终端芯片 智能手机处于全球产业的第一梯队 目前我国5G试点城市的应用大范围铺开 在广州以5G加4K形成的超高精产业 也成为广州拉动经济的新增长点 今年市里面准备建超过1万个5G的基站 那么实现组成区的全覆盖 引进超过1000家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 这样一些信息消费的龙头企业 通过打造更多的信息消费的新场景和产品 我们来让群众能更多的信息消费的体验和获得感 在上海 截至目前超过2万个小区 开通了光纤维基础的千兆固定宽带 覆盖用户达上千万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对整个上海的 2万个站点的规划 那么我们计划在2019年 能够先期启动3000个站的建设 那么到2020年 我们基本上会实现整个上海中心城区 和主要城镇的5G的覆盖 工信部表示 在5G研究和推进中 我国一直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 在技术试验阶段 诺基亚 爱立信 高通 英特尔 等多家国外企业已深度参与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我国5G已经具备商用基础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昨天下午 国新办举办了专题发布会 教育部发布了2019年 第一号留学预警 相关负责人围绕着 中美教育合作交流热点问题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教育部2019年第一号留学预警指出 一段时间以来 中方部分赴美留学人员的签证受到限制 出现签证审查周期延长 有效期缩短 以及拒签率上升的情况 对中方留学人员正常赴美学习 或在美顺利完成学业造成影响 教育部提醒广大学生学者 出国留学前加强风险评估 增强防范意识 做好相应准备 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统计 2018年中方计划公派赴美留学 10313人 其中因签证问题 无法按原计划赴美331人 占计划派出人数的3.2% 2019年1月至3月 中方计划公派赴美留学 1353人 因签证问题未能成型182人 占计划派出人数的13.5% 近期美方还取消了一批 中方从事中美关系研究学者 赴美十年签证 可以说美方的行为 正在使中美教育交流合作 遭遇寒冷 希望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 多做有意于促进两国教育交流合作的事情 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做出努力 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2018年公布的报告显示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生源国 2017年至2018年 在美国高校注册学习的中国留学生 为36.33万人 占全美国际学生数量的33.2% 同比增长了3.6% 2017年 中国留学生为美国带来近139亿美元的经济收入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抵达伦敦 正式开启对英国的三天访问 特朗普此次行程非常的紧密 将分别与英国王室还有政府首脑会面 当天 特朗普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及其他王室成员会面 参观威斯敏斯特教堂 晚上出席了女王为她在白金汉宫举办的国事晚宴 伊丽莎白女王和特朗普分别在晚宴上致辞 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强化同盟关系 不过就在英国女王为特朗普 在白金汉宫举办晚宴期间 数百人在白金汉宫外举行了反特朗普抗议活动 根据日程安排 4号特朗普将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共进早餐 多位英国商界领袖也将共同参加 随后特朗普将前往唐宁街10号 与特雷莎梅举行进一步会谈 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 访问的最后一天 特朗普将前往英国南部港口城市普茨茅斯 参加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活动 除了英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将访问法国和爱尔兰 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次访欧面临着两重尴尬 一是受到英国政坛混乱 尤其是特雷莎梅突然请辞等因素的影响 访英恐怕只能是误虚 二是美欧这对传统的盟友 虽然说要共同参与二战纪念活动 却难掩日益加深的裂痕与分歧 特朗普此前接受英媒采访时 毫不避讳地提到 他认为英国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 是接替特雷莎梅的上家人选 此外他还对特雷莎梅 在与欧盟脱欧谈判中的表现表示不满 并支招英方拒绝向欧盟支付 约390亿英镑分手费 对此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党首 杰里米·科尔滨批评说 这是对英国事务不可容忍的干涉 尽管美政府官员称 特朗普此行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访问 是彰显美英特殊关系的良机 但鉴于首相特雷莎梅即将离任 新首相之争充满不确定性 英国脱欧僵局亦很难打破 特朗普的访问很难有实质性收获 此外由于目前美英在双边贸易 及伊核等问题上均存在分歧 加之美欧整体关系趋冷 特朗普政府想要强化美英特殊关系 实难如愿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 美国与欧洲的跨大西洋盟友关系 两年多来备受考验 北欧在气候变化 伊朗核协议 贸易关税 北约军费分摊 对俄罗斯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 出现重大分歧 裂痕不断扩大 近来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不断升级 对古巴制裁导致欧洲不满 与美国对立加重 评论认为 特朗普政府虽然口头上鼓吹同盟精神和传统友谊 却在行动上以美国优先为准绳 对欧洲盟友处处施压 因此特朗普这场访欧之旅 恐怕很难给正在经历寒流的美欧关系 带来多少暖意 而就美国计划向墨西哥加征关税 还有移民管控等问题 当地时间3号 墨西哥与美国官员在美国华盛顿展开磋商 墨西哥外交部长埃布拉德表示 美国向墨西哥加征关税的做法毫无益处 也不利于解决墨美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 当天墨西哥农业部长也表示 美国如果对墨西哥加征关税 将直接损害美墨两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日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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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加强对非法移民的管控 不过他同时强调 如果美方落实加征关税措施 末方已经有应对方案 同时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据悉 墨西哥方面 可能针对特朗普票汤州的农产品 采取加征关税的报复措施 美国白宫5月30号发表的一份声明称 自6月10号起 对进口自墨西哥的所有商品 征收5%的关税 此外还威胁称 税率会从7月1号起逐月上调 到10月1号将上调至25% 并保持这一水平 直到非法移民问题得到解决 来看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的中值创下了近10年以来的新低 数据发布之后 美股三大股指集体跳水 那么对此市场的资金 如何应对近来的波动 避险的方向都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看CNBC财经评论员陈倩 从新加坡带来的分析 那么最近几个交易日 全球股市的持续大跌 使得市场中的恐慌情绪 是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 其实如果我们回顾一下 过去一个月的走势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在过去的30天当中 纳指的跌幅途中 用紫色的曲线表示 已经是超过了10% 而正式地进入了 技术性的回调区间 那另外在同一时间段内 我们看到标普500指数 和道琼斯工业指数 分别用蓝线和黄线表示 那分别的跌幅呢 是超过了6.8%和6.3% 因此持续地下跌 使得资金是纷纷地 涌入安全资产 而三个方向的避险资产流向 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呢 最传统的避险资产之一 就是黄金等金属商品 那我们看到近来的金价 是得到了大幅度的上涨 那隔夜呢 飙升了1.5% 而使得收盘价位 是攀升到了 三个月以来的最高点位 那么除了金属商品之外 我们看到避险货币 也是资金的流向 比如说我们看到瑞士法郎 这个被视为 主要避险的货币之一 也是在最近得到了 强势的推涨 那比如说欧元对瑞士法郎 就在隔夜呢 创下了两年以来的新低 而这意味着 瑞士法郎升值到了 两年以来的最强势的时刻 而美元对日元 也是呈现着持续的下跌 那目前的价位 比今年早前创下的高点呢 是下跌了近4% 而这显示日元 这个另外一个 被视为避险资产的货币呢 在近来的强势 而第三个方向的流向 就是美国国债 我们看到这张收益率曲线 那截至美国 时间6月3号 美国的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是大幅度地走低 而7年以及10年的这个收益率 也是远远地低于了近期国债 包括一个月和六个月的 这个国债收益率 那么这在经济学理论中 被称之为是利率倒挂 因此近段时间呢 利率倒挂的程度呢 是不断地加重 使得不少人认为说 美联储不得不开始考虑降息 因此啊 15天之后的联储会议呢 就显得有为的重要了 那届时呢 市场会密切地关注 联储声明中的任何变化 我们也会为您持续关注 好的 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意大利的政局 几个月以来呢 意大利五星运动和联盟党 组成的联合政府矛盾不断 在当地时间的3号 意大利总理孔特召开记者会表示 如果说联合政府内部的 争执持续 不承担各自的责任 他将会辞去总理移职 2018年3月初 意大利举行议会选举 在此次选举中 五星运动成为得票率最高的单一政党 但由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 或政党联盟获得绝对多数席位 各方需协商组成联合政府 历经漫长谈判 由五星运动和联盟党 共同推举的法学教授孔特 组阁成功 并于当年6月1号宣誓就职 但是近几个月 意大利执政联盟内部 针对税制 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 争执不断 加之上月底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 联盟党超越五星运动 赢得了欧洲议会中的多数席位 有分析认为 此次投票结果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执政联盟双方 在该国的支持率对比 已经发生变化 当前意大利政坛的 不确定性因素也随之增加 让我们再来看麻烦不断的 波音公司又爆出了新的问题 美国联邦航空局2号发表声明说 部分波音737飞机的零部件 可能存在着制造缺陷 所涉及的机型 包括波音737 MAX 还有波音737NG系列的飞机 那么有关机构 需要立即更换这些零部件 声明说 美国联邦航空局 与波音公司联合调查发现 部分波音737各机的 前缘凤翼导轨可能存在制造缺陷 问题部件可能达到148个 由一家次级供应商制造 全球可能有179架737 MAX 和133架737NG系列受影响 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 问题零部件可能因制造不当 而容易出现过早失效或开裂等情况 尽管前缘凤翼导轨完全失效 可能不会造成飞机损失 但存在导致飞机在飞行中 受到损害的风险 他们已提醒国际民航机构 注意这一情况 并采取必要行动 并将发布一份试航指令 要求波音公司更换问题零部件 而受波及的航空公司 需在10天内完成更换 波音公司当天发布公告说 目前已经发现20架飞机 可能安装了问题零部件 3号 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米伦伯格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自从波音737 MAX飞机遭遇全球禁飞以来 没有收到任何同款机型的新订单 他也表示 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的长期生产计划并没有改变 并相信飞机将于近云年底复飞 而阿联酋迪拜媒体报道 阿联酋航空公司总裁说 波音737 MAX不太可能在2019年底之前获得复飞许可 复飞必须得到监管部门的同意 他预计欧洲等地的航空监管部门将延迟颁发复飞许可 1号 8名登山队员在攀登属于喜马拉雅山脉的 印度境内第二高峰南达德维山市失联 印度当地官员3号说 空军救援人员已经发现了 其中的5名登山队员的遗体 其他3人仍然下落不明 3号 印度空军派出两架直升机到登山者最后一个落脚地点附近 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搜寻 当地的恶劣天气阻碍了救援行动 直升机当天无法开展第二次搜寻 一名当地官员说 他们在一个未命名高峰的大约5000米高度处 发现了这些遇难者遗体 该地点距离南达德维山东峰大约500米 由于地处偏远 而且所在地区可能会再次发生雪崩 搜救人员很难将遇难者遗体转移下来 这位官员还表示八名登山者可能都已遇难 据介绍 由英国登山家马丁带领的登山队获得了南达德维山东峰的探险许可 但他们没有前往那里 而是转向了一个未命名的高峰 这群登山者共有12名 按照原定计划 他们5月13号从位于蒙西亚里的大本营出发 本该于5月25号回到营地 但截至6月1号晚只有4人返回 有8名登山者失联 其中包括4名英国人 2名美国人和1名澳大利亚人 另一名可能是印度当地向导 得知他们失联后 当地政府部门立即启动了救援工作 据悉 南达德维山属于喜马拉雅山脉 有两座山峰 西面的主峰海拔为7816米 东峰高度约7434米 再来继续《我与一带一路》系列报道 在今年的3月份 尼泊尔宣布该国的新建铁路 将会采用和中国相同的标准轨矩 在这项决定的背后 一位来自尼泊尔的工程师 帕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帕瑞希望铁路能够修到自己的家乡 希望铁路可以让尼泊尔走出大山 今天的《我与一带一路》 我们就一块来听一听帕瑞的故事 眼前这个用英语跟大家沟通的 就是尼泊尔青年帕瑞 这种场景经常出现在 中国铁建铁寺院尼泊尔铁路项目上 2014年 本科土木工程中专业毕业的帕瑞 获得了尼泊尔教育部 工派留学的机会 他选择了前往中国学习铁路工程 在中国留学三年 帕瑞体验了中国的护荣高铁 宁航高铁 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学有所用 但他的心愿并没有立刻达成 毕业回国后 帕瑞在一家私人企业 从事公路设计 这让他一度十分失落 其实早在2010年 尼泊尔政府就计划修建 连通东部边境梅吉 到西部边境马哈卡利的梅马铁路 这条铁路全长946公里 打通尼泊尔经济最发达的东西走廊 并与中国印度的铁路相连 我的家居是比达尔尔 从卡特曼尔到比达尔尔 在这一条路上 它只需8至9小时 如果有道路就只需2至3小时 2017年7月 中国铁建铁寺院 在尼泊尔展开梅马铁路 前期勘察设计工作 帕瑞毛遂自建 来到了铁寺院梅马铁路项目部 工作室协助处理各种突发状况 这份工作并不容易 在得知有村民阻挠施工时 帕瑞和同事们立即启程赶往现场 他们刚到工地 村民们立刻围了上来 这些路线有些利益 世代受困于岐岐山路的村民 其实很清楚铁路带来的好处 帕瑞告诉他们 政府将给予合理的补偿 而且会很好地安置他们 不会让大家无家可归 这才消除了村民们的疑虑 帕瑞还不断向尼泊尔铁路局建议 在铁路建设中采用标准轨据 转文指出 标准轨据是世界上 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标准 充分竞争 建设成本低 最终尼泊尔铁路局 采纳了帕瑞的建议 帕瑞的出色表现 让他赢得了中尼双方的认可 2018年12月 帕瑞正式加入尼泊尔铁路局 他也是尼泊尔铁路局 第一位铁路专业出身的工程师 中国农历春节期间 帕瑞和恋人邋遢成婚 他俩还借鉴中国风俗 在门上贴上了大红的席字 如今梅马铁路的设计工作已经结束 帕瑞忙于为即将开工的梅马铁路 寻找合作企业 很快 这条与中国印度联通的铁路 就能打开尼泊尔的大门 让更多人走出大山 看看山外的世界 让更多人来到这里 了解这片神秘的土地 投资消费 互为机会 看看有什么财富新角度 接连撤电多方欠款 耗杀健身现跑路疑云 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开幕软件硬件 皆有更新数据安全问题 引关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国内知名的连锁健身品牌 耗杀健身 眼下正在遭遇经营危机 近去年媒体爆出 南京四家耗杀健身 同时关门之后 我们看到北京的多家耗杀店 最新也出现了快速撤电的情况 这家在全国拥有着超过160家 健身房门店的老牌健身房到底怎么了 北京的张先生去年年底 在单位附近的耗杀健身金鱼店 办了100节私教课 和一张三年的健身卡 然而今年四月份开始 张先生发现 健身房陆续出现了团操客取消 游泳池关闭 断热水 经常性断电等问题 五月份被告知健身房已经关了 下半年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做的 不是特别好了 一收我100节课的健身卡 我花了三万块钱 然后说您可以办一个三年的健身卡 说说4,900 我实际上我只用了10节课 加入耗杀会员维权群后 张先生发现耗杀健身多家门店 有上千名会员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我们都一下办了五年的 我们一家的人 所有的人都在这办卡 我们都没想到说倒就倒了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耗杀健身的金鱼店 然后一走进这个游泳场馆 我们就可以闻到这个迎面扑鼻的这种恶臭 以及特别刺激的这个味道 然后走近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泳池的这个水 现在已经是这种泛滤了 然后上面还有一些不明的一些物质 从五月一号以后再不让游了 然后这个水也没人维护了 然后就越来越滤 甚至他们还拿这个泳池的水去冲厕所 因为没有水嘛 宋先生了解到 会员里面损失最多的超过五万元 目前大家正准备联名向法院集体起诉 现在目前就金鱼店 我们签了字的差不多一十一百多人 然后在大乡新城店 联名就是说提现这个会员卡金额的 总金额已经达到一百六十八万了 其实不仅是消费者的钱打了水漂 耗杀的员工也表示自己的薪水遭遇拖欠 这么多人受到影响 而耗杀出现问题之前毫无征兆吗 我们继续来看 去年11月份开始到现在 至今就工资一直没有发放 拖欠了我将近有十多万的工资 将近十二万 我们的负责人现在我们也联系不到 去年九月份的时候 因为耗杀股市跌了 它让我们先强制入股 直接扣工资 扣完之后呢 之后就好几个月不发工资 采访中 记者遇到前来要账的杨先生 他从2014年开始 就给耗杀健身供货 起初都能按时结款 但从2017年就陆续脱账 目前耗杀已经欠了他两百多万元 到现在电话打也打不通 也没人去接电话 我身后的地方就是 东义国际传媒产业员C4号楼 那据知情人士介绍 耗杀健身的总部就在这里 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发现这里呢 早已是人去楼空 那些耗杀国际的总部是吗 对 说是总部 我们把合同就解除了 然后他们就办总了 对对对 记者查询得知 耗杀健身总部的注册地址 已经变更至 耗杀健身中关村店 到耗杀健身中关村店发现 该店因欠费 已经被物业断电 今年4月17号 就已经暂停营业了 反正出这个事之后的话 领导都没露面 我们都联系不到直接领导人 记者拨打耗杀健身的注册电话 一直没有人接听 又多次联系耗杀健身 北京地区的负责人也未过 但截至发稿时 记者仍然没有接到任何回复 目前 耗杀集团官网已经无法打开 域名被屏蔽访问 记者了解到 耗杀健身的两大股东 耗杀国际董事长施洪流 泉州耗杀健身俱乐部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施洪彦 因欠款12亿元及利息 已被福建全州中院 列为失信人员执行名单 耗杀国际的多家子公司 也已经被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为经营异常名录 还要知道耗杀国际早在2011年 就已经在香港上市 去年下半年耗杀国际 就被指伪造收入虚增业绩 截至目前一直处于停牌的状态 为什么他还能够继续圈钱呢 对于美容健身这样的 预付费重灾区的行业 应该怎么样去完善监管呢 李女士从2018年开始 在耗杀健身办卡上司教课 但后来在协商退卡退费时 被耗杀健身一拖再拖 负责人也找不到 李女士报警无果后 去北京朝阳区法院起诉 李女士上网查询才发现 耗杀健身金鱼店 属于北京耗杀建立健身 有限责任公司 这家2009年注册的公司 有高达100多条的 司法和经营风险提示 专家提醒消费者 办理预付费项目时 应该先核实相关企业的 资质和经营情况 要保留相关的合同和付款小票 权益受到侵害 要尽快向有关部门投诉 如果是耗杀的话 明知道自己只有几个月的周期 又不想延期 然后又不想提供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是以宣传 比如5年到10年的预付卡 卖给消费者 然后以非法占要为目的 这样的话 他又何有可能合同产骗罪 专家表示 如果是遇到欺诈行为 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要求三倍赔偿 记者梳理典型案例发现 预付卡消费纠纷 主要集中在服务业 特别是在美容美发 健身 摄影 汽车美容 餐饮等领域 但由于目前的预付卡 备案制度存盲区 处罚力度较轻 征信体系不完善等 深层次原因 导致这一领域乱象频发 专家坦言 预付卡消费 亟待规范和监管 给预付费的资金 要进行相应的监管 要从预付费的金额当中 提取一定的保证金 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 一年一度的 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也就是通常简称的 WWDC 在美国加州圣河赛 拉开帷幕 这一期的大会 更新了手机 电脑等 四大操作系统 同时还对不少的硬件 进行了升级 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2019年的 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 苹果宣布操作系统 iOS增加了黑暗模式 给开发者提供了一套 更好的编程环境 进一步降低了开发门槛 硬件方面 更新了好几年 没有动静的 苹果旗舰台式机Mac Pro 不过 这款产品配备的专属支架 由于售价高达1000美元 约合人民币接近7000元 而备受争议 对于大多数普通消费者来说 最大亮点是iPad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系统 iPadOS 这意味着它不再是 介于手机和电脑之间尴尬的存在 此外 苹果推出了一个登录保护机制 登录时随机生成用户名和密码 通常大家喜欢用同一个用户名登录不同账户 这样做让商家容易追踪用户信息 苹果认为提供随机用户名和密码 可以大大降低商户追踪用户个人信息的可能 最近一项调查显示 苹果手机可能会通过近5400个追踪程序 在用户睡着或没用手机时 向第三方传输数据 专家认为 苹果应该让应用程序中追踪程序的使用过程 更加透明化 让用户了解他们的个人数据 到底是如何被操作的 欢迎回来 随着无人机行业的快速发展 只在天上飞或许已经不再是它的追求了 最近以色列的一所大学就研发了一款 既能够在天上飞 又可以在地上跑的可变形无人机 F-Star 一块来看一看 F-Star新型无人机的特别之处 在于其不仅能在天上飞行 还能够在地面上行驶 据介绍 这款无人机能够如此接地气 是因为螺旋桨壁的另一侧 装备了一组可移动的旋转轮 旋转轮和螺旋桨由同一组发动机控制 地面行驶速度最高可达每秒2.8米 F-Star的另一亮点 是能够通过调整螺旋桨壁的角度 无人机离地高度就会随之改变 最大调整角度可达55度 这意味着 它可以在遇到有障碍物的复杂地形时 从容应对 据介绍 F-Star新型无人机 目前正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的 生物灵感和医学机器人实验室中心研发 研发人员表示 这款无人机可以用于包裹投地 也可用于搜救行动中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对其进行改进 使其能够更加智能地独立完成任务 5月31号在日本的青森县的一家牧场 一匹雌性的阿哈尔特克马的 幼崽成功的降生 吸引了媒体的目光 根据报道 这种马非常稀有 马身通体呈淡金色 在阳光下意义生辉 被誉为黄金之马 而全世界大约仅仅有3000匹 湖北神冬价的风景区 拥有着独特的自然环境 还有复杂多变的气候 这种马云能复杂多变的 自然环境有什么 实际上就想要 这种马云能复杂多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